看到底层温度精英的视角 今天是周末 这个我们今天聊两个有意思的话题 这个共度周末 这都是我最近的一个思考 一个是习近平的工作现在是越做越舒服了吧 我觉得他已经处在一种无业的状态 就是没有工作可做了 艰难的事情都处理完了 然后第二部分 我们看一下随便再说两句这个期货的事情 这个不是主要是农产品价格上涨 这个我们说了十几集了 不能断的不能停的要不能停 要不然大家没反应 要不能停 那先说一个我们思考问题判断问题的一种方法 其实我们国内的新闻 其实已经不是很真正的新闻 就是别人告诉你已经是说 就是这个事情是确定的 那么疫情是怎么样的是怎么样的 要么就不说 要说的话就是他全部都灌输给你 但实际上像西方的一些媒体报道 比如说纽约时报 他一般会说这个问题 他有一定程度上是交给你来判断 他会说这件事情有几个消息来源 对不对 就是有几个消息来源 比如说一个新闻事件有两个独立的消息来源 他会说的很清楚 那这个时候他你就可以去判断 这两个独立消息来源 他是分支不是一个声音 好那这个时候我就来说了 这个世界有没有外星人 有朋友就在底下留言说 说一些恶流的政客 我也不知道那是啥 什么加拿大的什么什么钱 什么什么的 然后什么一些小国家的什么的 包括说可能有UFO的解读 早上有一个朋友跟我发了一个说 这个川普可能会解读一部分 这个揭秘一部分UFO 其实我觉得这没用 就是你现在川普跟我说这个世界有UFO 就紧靠嘴一张嘴啊 川普加习近平也没用 我还是不相信 加普京还是没有用 你就是一个消息来源 你就世界的精英圈吗 够不够不够 所以你让我再来再来一个消息来源 就是你让我看到画面 这够不够呢 还是不够 你可能这个也是伪造的 还要有一个消息来源 这么重大的事情 一定要非常多个消息来源 才能解决我真正心中的疑惑 对不对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判断问题的好方法 当然可能我这个表述不是很好 也许你也有其他的方法 但是我觉得我这样几个 这种事就是像我们前面提过 像GPS定位一样 一定要是什么多 多种来源 那这里的话我们也顺便说一下 所以说像关于一些政治留言 多数其实都是假的 我们在这个 有很外网看到的多数都是假的 但是这个问题 为什么大家又喜欢看了 因为什么万一是真的 那确实我们也看到很多真的 对不对 因为万一是真的确实这个事情影响很大 所以但这件事情有反复 但是多数又是假的 少部分是真的 那就好好的筛选一下 你不知道是什么时候 他需要多次确认 比如今天17号是说了一次 过了三年这个新闻还在 甚至加强发酵了 这个事情真正的可能性就放大了 但是你就听一个人只说一次 没用这种新闻是无效的 这个一个思考 第二个思考是说习近平的工作 现在真的是没事可做 我觉得未来一年啊 2021年他可以每天睡觉 就睡一年 来呀上酒啊 小的们那个茅台茅台茅台 葡萄酒葡萄酒葡萄酒 葡萄酒快点 或者说踢足球圈 踢踢球或者说以前不打高尔夫球 从来不打高尔夫 不行我再试一下高尔夫是什么感觉 来来两个教练 那我决定好好的搞他一年 就是每天那么可以无所事实 为什么可以无所事实 我们想看他现在几个对手啊 呃这个呃十年前呃 七八年前有一个叫薄熙来的 被他撂倒了啊 是不是他撂掉了 撂倒的不重要 反正别人就是倒了 对不对 然后这些年防腐败工作也做完了啊 主要的这个权利也收来了 然后还有一些反对的声音 妈的像任志强这种还带点资本家的色彩 妈还是红二代搞掉 妈也下来了是不是 好的那国内一片太平搞完了之后 还说国内的国内的最近不是有资本家 我们说了 呃我经常提的 中国真正具有长远的威胁是资本是资本家是资本圈 啊马云也下来了 现在还有谁比马云马爸爸牛逼 哪个资本家敢说他比马云拥有更大的影响力 拥有马云的跨界能力没有一个都没有 不好意思整个资本家全军覆没啊 这个国内所有的政治法反对派全军覆没 这个所有的这个国内的任何拥有一点点反对的媒体的声音 全军覆没 所有的像什么以前像一些这个红二代包括自己去圈内的反对势力也全军覆没了 好那这是国内的情况那我们看国外情况 妈的这个川普好不能用国内收回来 川普每天追着我屁股后面打很难受 搞来搞去的话疫情差点这关也过不了 这下好了妈的川普下台了对不对 疫情疫情搞来搞去结果是海外最严重 中国的国力又迅速上升了 那你说这问题怎么搞海外的力量也 就是马云的话说拿着望远镜找不着竞争对手了 你说这问题咋办是吧 你说是不是要庆功 你说现在的话美国拈了是不是 难道这个欧盟欧洲方向还是说俄罗斯 还是说那个印度你这个巴西你想干嘛呀 你们想干嘛呀 没事可干或者说来呀小的们 那个军用潜水艇是不是很闲呢 我要去那个马里亚那海沟去玩一下快点 我今天晚上就要出发呀 从上下出发你们快点我要最快的速度 是不是爽不爽我觉得特别爽 那未来一年像失业一样 每天就是喝酒每天就是打牌 老王啊老利啊老李啊你们赶紧上啊 三缺一啊不一缺三啊赶紧来啊 我要打牌啊哎呀 是不是很爽 我想想这日子真是好 这世界没有哪个职业有什么好做的 关键是什么没活可干 国内一片平静国外一片平 国内一片祥和国外一片一片刀山火海或者是一片平静 没事做 好这个说完我们说最后一点 关心一下物价啊 这个大家别说我没关心 我已经说了好几个月我们接着来 那这两天大家肯定啊 我前面说的时候啊 我只是一个消息来源啊 那小女说妈说三个月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她说物价会上涨 她说CPI会高企 妈CPI都掉到负值了 所以又说错了 大家可能看到了 另一个消息来源 我说是我说 你拎了一个菜篮子 妈到菜市场去买菜 发现什么鸡蛋价格从四块多涨到六块 你是不是哎呀 这好像又一个消息来源确定 然后同时你身边的亲朋好友 包括很多人又告诉你哎 最近菜涨得很厉害 那么这个事情就坐实了 新闻以前说了啊 首先是小女同学先说了 然后再出现什么呢 你去菜场买菜发现涨价 然后你上网一搜也涨价了 然后你听身边的朋友亲朋好友一搜也涨价了 那说明这个什么 开始涨价了吗 那么这次上涨呢 是局部的蔬菜 还有一些肉类 大部分的肉类跟超过一半的这个蔬菜啊 猪肉跟羊肉牛肉啊 包括说鸡蛋这一类蛋白质全面上涨 那涨幅最大的目前来说是鸡蛋啊 鸡蛋的期货在2102的这个期货合约是已经涨停的 周五只是涨停的 然后05的这个阻力合约是五月份的 实际上也迎来了大幅的上涨 那猪肉的价格呢 在今年夏天一度下跌之后 也出现了一阵拉升啊 也出现上涨 但真正最大是鸡蛋 羊肉今年也很贵 羊肉的价格应该涨幅是超过猪肉的 然后牛肉的涨幅略大啊 跟可能跟猪肉差不多会略低一点 然后蔬菜的问题也上涨啊 是蔬菜像大葱 大葱因为一些地区它吃的比较厉害 像这个北方地区啊吃的比较多 那这这里因为疫情的问题 因为今年这个其实新闻 我一直说没什么报道啊 其实今年这个低温环境应该是 呃 时所罕见这个词可能有点用力过度 但是难得一见的低温这个词应该是描述比较准确 在叠加这个疫情啊 本来就不想出门才才打算了 是不是 哎一亩三分地干脆烂了算了 结果别人说疫情来了 哎干脆不出去了 妈的搞不好小命没了 对吧 这个各方面叠加的因素啊 有这个有有有有显现了这种情况 那么现在的情况是什么呢 我们想那后面会不会涨呢 我觉得啊 呃就是刚才说的这些低温啊 包括疫情啊 这是我们国内的局部环境 但实际上从呃 我们前面一直在说的是国际环境 国际环境我们当然还是要说一两句 就是呃也是在上涨 那么这个美国呃巴西乌克兰方向啊 其实主要是美国在定价啊 美国定定义的这个国际粮价 其实仍然在不断的上涨啊 这个豆魄将要逼近历史新高 但仍然还没有创历史新高 所以在2021年啊 这个粮食价格仍然是拥有很大的上涨动力的 那么2021年中国的这个 我们再重复一个数据啊 这个缺口玉米缺口是3000万吨 这是高盛给的 国内的在去年水灾的时候 国内庄家给的是800万到1000万吨啊 缺的玉米 那么今年初有一些 有一些人估计的是大概是2000万吨 那么就是123000万吨啊 有这个概率啊 包括说我们前面分析的啊 国内对肉类的这个消费需求也会提高 那这是说这是涨价是现在的这个情况啊 还是一个开头 那么年后之后我们说这个价格会不会回来呢 我觉得不会回了啊 比如说牛他其实也会也可以吃豆婆 当然你也可以喂新鲜的飼料 但是中国其实没有那么大的土地 进口的很多的这个豆婆其实就是在进口土地嘛 啊其实就是在购买土地的这么一个情况 购买资源的情况 那么呃这些呢呃包括猪啊 更是要吃豆婆了 所以说这些价格上涨了 这个就是说这个节前似乎是疫情跟低温 但是他一旦涨起来再想回来就难了啊 就很难回来了 就不太会回来了 这是就是国内因素导致了这个上涨是出现暴拉 但你节后不会下跌 这是因为国际粮价在水涨船高啊在维持在高位上要下跌很难啊 好 那我们这集就总结一下 我们总结这一开始我们说了一个思考方式 就是多角度多时间点多更加全面的去确认一个消息 我们才能把这个事情确定好 那确定好之后一个百分之百或者90%以上确定好的事情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好操作很多事情啊 我们要要确认很多事情 要不然的话一个低于概率低于30%的事情 其实我们可以不太去考虑他 特别是如果我们不是从事相关行业的 可以不太去考虑 如果是特别感兴趣或者是从事相关行业 这是另说啊 那么 然后我们从这个角度去说了 习从多个角度来讲 他已经没有工作可做了 他特别的闲 我觉得 现在他可以每天喝酒 就是我说的 每天护棚饮办 每天一缺商 每天到处去玩 哎 happy 然后在这个政治问题 然后我们最后说了一个物价问题 就延续一下 就是这物价是短时出现爆拉 那么结后之后要想下跌也难啊 好的 那么今天周末啊 祝大家周末愉快 这个今天的瞎扯就聊到这里啊 感谢大家收看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